cosine,sine 我們在第四章有cosine,sine 那你看第四章sine跟cosine 我們一樣用AURS關係 猜成有兩個exp 我畫出來就是 在圖定的手背就是 ω0-ω,ω4-0分別有對應的 那在discrete height你覺得會怎樣 一樣嘛對不對 那我就把這個cos一樣猜成這個 當你猜成就有兩個exp 但因為現在是discrete height 所以你會畫出來說 一樣我可以畫出一個exp 就是在ω0-ω0都各有一個input 高度就是現在就是1 2分之1 所以2分之1在乘上2π,所以就變成pi 所以高度都是π的地方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會發現其實我還有 重複出現 出現在哪裏就是ω0 前面加減2π 就是在2π這邊是2π的地方加減ω0 那除了在2π還有誰 有無限多下 它會重複出現 那重複出現在哪裡 如果畫這個2π為範圍會重複出現 所以是下一個2π就是下一個2π 都是2π為周期會重複出現的關係 所以第一個你認清楚 在continute height你會只會在一個ω0 在ω0跟負ω0 cos的話在ω0和負ω0的地方 各有一個input而已 可是在continute height你會在同樣ω0負 因為你本來就是本能修的一個ω0 負一個ω0 可是正一個就是負一個ω0會有input 然後會在2π一直周期出現的頻率的地方 就會在2π加減ω0 負2π加減ω0 以及4π加減ω0 負4π加減ω0 都會出現 寫成四值就會寫成像 像右邊這個 它會有無限多項 這邊有無限多項的關係 這邊假設如果是ω0等於5分之2π 你可以寫在下面的關係 所以你有無限多項 這邊無限多項 不一樣的關係式的血管 如果你特別針對在負拍到拍 就是我這邊畫的這個區間 負拍到拍這個中間的話 你畫出來就是下面這個四值 就是在正的5分之2π跟負的5分之2π有input 然後高度是π 所以你要了解這個之間的關係是怎樣 再來看所謂的input trend 就是你有一些input function的時候 然後我們看一下第四章的 第四章我們也有這個data function 然後周極是大d k是整數,無限大d 所以我畫出來就是這樣 一倍大d、兩倍大d、三倍大d 那它的full relation zone continthide是在ω0 兩倍、三倍 我們也分別有一個input 所以我們之前做過 那我們回來看discretime discretime也一樣 就是data omega 周極是大N 所以k倍的大N 那畫出來就是上面的這個 一倍大N、兩倍大N 就有一個input的關係的結果 你要算它的full relation zone 那你第一個要算的就是 算它的負列極數 對不對 那負列極數我寫在這個地方是ak 就是這個full relation zone 乘上後面這一串的東西 那你可以把那個周期性的訊號 找一倍的周期 這邊就找一倍的周期 把它做運算的結果 所以你先算出它full relation 就是series coefficient 它就算出來 你就把原來這個函數 帶進來 然後把它取任何一倍周期去算 那這裡你應該算過 這在我們第三章算過 它其實就是n分子 就是周期分子 那每一個ak都是周期分子 然後你再把它帶回去原來 這個 exquerive gradient zone 帶上去上面這個ak的係數 所以你得到的就是 這個n分子就帶進來 每一個ak 要注意的是後面這一串 這是omega0 它會在k倍的omega0的時候 出現這個impulse的結果 會再出現kk的 所以你畫出來的結果就是 0個omega0 1個omega0 就是2個omega0 3個omega0 然後分別就是有一個impulse 有一個impulse 這樣你畫出來 然後負的正 關係 這是你可以畫出來的一個 對應的關係 其實是這樣 你會看這兩個畫起來 其實是一樣 就是跟肯定跟他講 其實看起來的效果 都是一樣的結果 但是它有一點點差異 我要特別強調 差異在說 我隨便畫這個 大N 這中間 不應該寫大N 應該這邊有N個 那就是有2π的範圍 為什麼寫兩個 我不是寫等號 這邊有N個impulse 那它的區間就是2π 因為每一個是多少2π 每一個是omega0 對 下面每一個是omega0 omega0是2π 除上大N 2π除上大N 是omega0 所以 這個範圍裡面有N個 因為我原來的周期是大N 所以下面會有N個重複出現 N個不一樣 看起來是一樣 但是我意思說 這N個實際是不一樣的 然後再來就重複出現 那這N個的範圍是什麼 就是2π的範圍 因為每一個間隔是omega0 每一個omega0 是2π除上大N 那我現在有大N個 所以整個 每一個則是2π 所以就是跟 這邊我畫不出這樣的關係 continuousIe裡面 我畫不出這樣的關係 IgessiveIe 我有這個2π為周期 我要特別強調它是2π為周期 但是看起來都一樣 因為它每個剛好是一樣 如果你今天看起來不一樣 就會有不一樣的關係的結果 所以這個是 離散的時候 會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跟你在連續的函數的時間 關係是一樣的 那我一直再特別強調一點 看起來一樣 不表示它一樣 這兩組 這一組 它跟這一組 它看起來都是 間隔都是周期 對啊 那這裡呢 間隔都是omega0 但是這N個是一組的 然後之後重複出現 那這裡有沒有這個結果 沒有 這沒有說 我們有大T一個為主 然後重複出現 沒有 這邊沒有周期性的效果 所以再強調這一點 不要看起來一樣 你就覺得它是一樣 它是不一樣 OK 所以之後 在第五章 我們會碰到的東西 你會看到frequent domain 你一定要看到 周期性的東西出現 那它周期性如何是2π 至少 一個 散落